今天我们用一个紫薯,一个白薯和鸡蛋做一道美食 先把这个红薯皮把它去掉 我们把这个白薯和紫薯切成小颗粒 掉一半 把我们这个切好的白薯和紫薯放在和面盆里 打一个鸡蛋 我要白薯和紫薯是为了好看 实际上味道是一样的 大家只放一种也可以 把它搅拌均匀 加一勺白糖继续搅拌 我们再加一点点面粉 别加完 主要是为了让它更好的粘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上锅烙,也可以用烤箱烤 我今天用烤箱 我们把这个调好的红薯颗粒铺在烤盘上 好了 这就可以了 上面再撒点糖 再撒点白糖 把这个红薯颗粒放在烤箱里 开180度火 烤25分钟 这个红薯就烤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啦,我们的红薯饼就烤好了 香甜可口,有营养 这个也可以用油炸或者电饼称烙 烙的话我觉得油太多了 我觉得烤的这个没有油 很好吃呀 很好吃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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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